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陈岳观点 我是陈岳 今天是2020年4月11日 星期六 我在上海给大家问好 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个新闻 新闻事件 那就是呢 大家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一次的疫情啊 它的这个疫情的总指挥 那是美国的副总统叫彭斯 美国的副总统彭斯呢 他这个作为总指挥呢 可能很多人就是 因为在媒体上看到每天这个特朗普嘛 那他就在这个白宫记者会 每天去白宫记者会 特朗普是16年当选美国总统的 当选之后呢 他很长一段时间啊 他跟美国媒体的关系非常差 因为大家知道美国的媒体呢 比如CNN啊 还有其他一些媒体机构呢 基本上他呢 属于这个精英阶层啊 那么特朗普呢 他代表的是美国的传统的 这个右翼的 而且是相对极端右翼的这帮人 那因此呢 他这个跟媒体之间的关系呢 就一直不好 那不好之后呢 这个特朗普呢 就一直不愿意 跟媒体打交道 所以呢 这个美国的白宫记者会呢 这个他有一个 怎么讲呢 应该说就要做记者的发布 类似于发布厅这样的一个地方啊 就是在那里呢 举办记者会的地方 那几年的时间呢 特朗普呢 都没有去过 但是最近呢 特朗普去的呢 特别积极 每天我呢 给他称之为叫做美日疫情竞选秀 在疫情的时刻呢 那其实美国也一样了 就是人性的一面了 就是老百姓呢 基本上都就觉得 大家要团结 对吧 那要支持政府呢 对抗这个病毒 那从这个大的角度来说呢 也是保障这个老百姓的生命财产 对吧 那这个呢 也是合理的 也是符合人性的 那特朗普呢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呢 每天去搞记者会 每天去搞记者会 那所以呢 让所有人的感觉呢 就是 好像这个美国的疫情呢 都是特朗普在指挥 但事实上呢 从这个任命角度来说呢 那当然他是美国总统 他指挥反正也没问题 对吧 但是从任命角度来说呢 是美国的副总统彭斯 他呢 会具体的一些各种落实啊 各种这个这个 就是落地的很多事情 需要这个彭斯来做 那另外呢 白宫啊 他有一个 这个叫福奇的一个这个专家 那他呢 是美国的权威 他呢 也是跟随着美国前面几任的 什么奥巴马呀 这个克林顿呀 那好几任的这个总统啊 都是他在负责美国的公共安全 还有传染病领域 那当然他是肯定是权威了 那所以说呢 我们看到特朗普 他是大统领 对吧 完了呢 有一个副总统啊 这个是总指挥 完了有一个专业的角色 叫福奇 嗯 这个呢 是他的一个整个结构 那当最近几天呢 传出了一个消息 就是这个消息呢 是美国CNN来报道出来的 什么消息呢 就是美国的副总统 他禁止美国的卫生专家福奇 接受媒体的采访 媒体的访问 那这个事情呢 就比较 就我个人的感觉 就第一时间感觉就很奇葩 为什么啊 因为在美国 反正你接受什么媒体访问 这个说什么 那反正是你的自由 只要你别宣扬暴力 对吧 这个颠覆伦理 反正就是 就基本的底线手作 你就说吧 对吧 那福奇在这一次的美国的疫情的当中的表现呢 是非常好的 他也得到了非常多的人的这个信任 那因为呢 那这个特朗普总统一直都说 那就是个流感 那就是个感冒 不要紧 不要紧 不要管 这个自然就好了 那不要影响经济 我们继续搞我们的 那这个呢 是竞争对手 在在这个编造谎言在打击我 对吧 那这个呢 是欧洲 是中国害的 是WHO害的 是WHO害的 是谭德赛害的 反正就拼命的甩锅 但是呢 福奇呢 一直在 我看媒体的报道呢 一直他在提供各种各样的数据 提供这个在美国可能造成的伤害 那多少人会感染 多少人会死亡 怎么样 所以呢 最后呢 这个面对现实 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情况下呢 那么特朗普 包括他的这个副总统彭斯呢 还有一位角色就是那位大胖子蓬佩奥 他呢 对中国也是极端的不友好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这个福奇呢 他福奇呢扮演着 应该说一定程度上扮演着拯救美国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们具体来大概看一下这个CNN他的报道啊 CNN报道说呢 这个美国的副总统彭斯办公室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当中 这个报道是4月9号的报道 如果大家感兴趣呢 可以去CNN的网站上去看一看 应该会能找得到啊 这个美国副总统彭斯呢 他的办公室呢 在过去的一周当中 禁止白宫的新冠工作组的卫生专家 接受CNN的访问 那并以此呢 要求CNN完整转播白宫记者会 这个呢 也是很有意思的啊 那他为什么说要求CNN这个完整转 完整转播白宫记者会呢 是因为啊 现在的副总统彭斯或者是特朗普 所有人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而且最近的这个BBC呢 也有一篇报道 说这个特朗普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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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口的这个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对吧 American forced 对吧 American great 反正就是就是很简单的这几个用词 总归呢 就是我们美国最牛 美国最棒 美国第一 我很牛 反正就是都这样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那他每天 现在就天天 就像我们一开始说 天天往记者会那里跑 啊 那但是呢 CNN他们这些媒体呢 一开始的时候呢 都做实况的转播 呃 也很简单了 你原因也很简单 无论是怎么样的不同的政治立场 啊 但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统 对吧 亲自参加的各种记者会 那而且呢 美国的人民面临这样这个 如此严重的疫情 他现在已经快奔着50万去了 50万感染者去了啊 那死亡人数呢 也创新高 那非常严重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记者全部去这个这个采访和转播特朗普的这个记者会 但是 就越转播呢 越觉得不靠谱啊 因为他胡七八糟乱说 对吧 呃 我说胡七八糟乱说 对吧 那乱说一通之后呢 这个会引起很多的误导啊 并且呢 很多的媒体呢 包括CNN 这些媒体呢 和特朗普的关系呢 一直都不好 那他怎么样呀 就决定这个 反正你说的这个重点 我就转播一下 提一下 其他的呢 就都不转播了 那这一下的话呢 两边的梁子呢 又结得更深了 那所以才会出现这个事情 就是呢 这个彭斯要求CNN要完整转播白宫记者会 讲白了就是增加特朗普的出境机会 或者说呢 增加特朗普团队的出境机会 让老百姓都能看得见 啊 这个在关键的时刻 啊 这个川普总统和这个美国的啊 林老杰森啊 这个目前的这个团队啊 多么的多么的鞠躬尽瘁 对吧 哎 都是政治啊 满满的政治 那因为这个记者会时间呢 之前呢 太长啊 也太臭啊 这个这个讲的呢 讲的不停 那对白根发布的CNN呢 通常呢 只转播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的那一部分 那特朗普离开主席他之后呢 CNN就会切掉直播 并且开始讨论和核实总统所说的话 最最让人搞笑的是呢 每次他核实总统所说的话呢 就是总统团队的福奇 那这个医学博士啊 那根据CNN的报道呢 包括国立卫生院专家 国家这个美国的顶级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呢 和白宫的这个新冠事务协调员叫做伯克斯 这些权威人物都在过去的七天呢 被禁止参加CNN的节目 我就在想这个 就像我的标题一样啊 这个说好的言论自由在哪里 那为什么美国的这些专家接受媒体的访问呢 会被禁止 美国呢 这个现在有很多的关于这个政治研究 特别国际政治啊 政治学研究的专家呢 都在认为啊 美国在走向一个叫做民主式威权 或者叫做威权民主的一个时代 那就是呢 反正川普总统胡说八道一通 美国的这个傻傻的老美呢 就反正就相信 相信 他们因为他们呢 很多人都是川粉 台湾有英粉 对吧 有韩粉 有这个柯文哲的柯粉 那美国呢 现在有川粉 反正就是这个民主政治呢 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那禁止他们这个这些专业人士呢 参加电视节目 接受媒体的采访 彭斯的办公室 他呢 就于是呢 这个这个事情呢 被报道之后呢 当然会面临很多的批评啊 因为不合 就是可能在我觉得可能都不合法律啊 甚至不不符合不合线啊 因为美国人一直这么吹嘛 对吧 反正我就言论自由怎么怎么样 就讲得很好嘛 那你你自己话说出 把话说出去了 那么你就要去落实嘛 对吧 那你今天推出这样一个要求 那那你显然就自己打脸了 对吧 呃 现在呢 这个彭斯的办公室呢 被这个呃 被一顿门K之后呢 他已经要允许CNN在晚上的节目中 只能在晚上的节目中 那采访呢 美国的疾控中心主任 啊 这个谁谁谁啊 那福奇呢 也已经被预约参加当地时间的 一些这个CNN的节目 等于说呢 这是一个 经过一番波折吧 那白宫的这个新冠记者会通常 呃 它是分几个环节 比如说这个特朗普讲话 那这个竞选秀 那么呢 打记者问 那特朗普每次都说 呃 这个他喜欢的福斯电视台 就是福斯福斯TV TV就是美国的有个福斯电视台 他是特别的听特朗普的 他也是美国的极有意义的这个大堡垒 就像就像台湾的三立民事 大概大概就是那么个意思 台湾跟台湾的政治版图 跟美国特别的像 基本上台湾就是个小美国 他蓝绿互斗 媒体互斗 反正就是各个电视台跟自己说话 所谓的媒体监督第四权 基于事实的这个 呃 这个探究真相 哎 都不存在 反正现在就是胡说八道 福斯电视台这一次呢 也被批评很多啊 因为川普说这个 没有疫情都是骗人的 那福斯电视台呢 就告诉美国的老百姓 说没有疫情都是骗人的 那经济学人呢 有一篇文章 经济学人也是很权威 对不对 他有一篇文章就说 这个美国人的脑袋 甚至是川普的脑袋 可能都被福斯电视台给绑架了 类似这个意思了 那讲白了就是 媒体呢很有很强的影响力 如果他胡说八道的话 有自己的政治立场 来意识形态来左右的话 那么这个其实还是很严重的 呃 彭斯呢和新冠工作组呢 发布了更新及这个答击人问 啊 等等就是 这个他每天这个环节啊 那总时长呢 通常情况下 这个每天总时长超过两个小时 一天只有24个小时 意味着呢 接近百分之 接近百分之十的这个 就十二分之一嘛 接近百分之十的 美国老百姓 每天接近百分之十的时间呢 就当然他可以不看对吧 那如果看的话呢 就是被这个特朗普的记者会呢 给占了啊 就是又臭又长 每天搞两个小时 呃 CNN说呢 这个副总统办公室的发言人表示 等你们转播发布会时呢 包括这些专家之后 再期待他们上节目吧 啊 那这个就挺恶心的啊 呃 关于这件事情呢 CNN呢 他肯定也有他自己的态度啊 反正反正他也不会服软 CNN呢 他什么态度呢 他觉得呢 这个特朗普本人 也多次拒绝 这个CNN的采访要求 而是在全国因为疫情啊 紧张的这个情况之下 多次出现在福克斯新闻 上回答一些软问题 美国的另外一家媒体呢 叫做美国消费者新闻 与商业频道 CNBC 在报道中说呢 这体现出了白宫与CNN之间的紧张关系升温 也反映出美国媒体在转播白宫记者会时的普遍纠结 发布会时间太长 传递的疫情信息远比外界进行的柔和 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每天特朗普都是 very good very good 我们工作做得很好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很好 而且呢 这个特朗普常常利用记者会的这个曝光 来批评自己的政治对手 就是竞选没什么没什么好说的 那这个呢 是关于这个这部分的这个信息 那我我自己的看法是什么呢 就是就是美国他走到今天这一步啊 其实给美国给外界看来 坦白讲 美国他的底子几百年的成天还是很强的 这一点呢 必须客观事实的去看待 不能太这个盲目的 我没有认清事实 基于事实去看 美国在军事实力 对吧 国防投入 全球的这个军事部署 部局 那么多的军事基地 那么多的航母 对吧 然后呢 到处去打仗 那你没有财力 没有武力 你怎么打仗 对吧 你打不过别人 是不是 然后呢 这个美国的金融 对吧 然后美元在全球的霸权 美国在全世界各个州 各个关键的地方的这种盟友 不管现在 其实他其实现在美国的很多小弟呢 也都也都不爽啊 不爽川普 或者不爽美国 像沙特最近这个搞美国 那搞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怎么样呀 油价 这个油 石油增产 在这个现在的全球的石油的话 因为受疫情的影响吧 这个航空燃油呀 各种工业用油呀 民用用油呀 都下降的情况下 那这个对石油的需求 本来就降低了 对不对 那降低之后呢 你这个 你这个油价本来就要跌嘛 是不是 但是沙特呢 欧佩克谈判失败 包括呢 这个跟俄罗斯之间谈判失败 怎么办呀 沙特俄罗斯 大家拼命产油 还拼命的往上加 那你往上加 你一边卖不掉 石油价格下降 另一边呢 你的生产呢 拼命的往上跑的话 那么就怎么样呀 就油价就暴跌呗 对不对 那油价暴跌 对谁有坏处呢 当然对沙特 对俄罗斯来讲的话呢 对他们呢 是有损伤的 但是因为他们产油成本低呀 对吧 那一个 他们在沙特的原油 是这样子的 他的卖的油 没有他的油桶贵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就是 他的油 他因为他是那种地表 就是很浅层的 就可以挖出来了 而且油品比较好 美国呢 是页岩油 美国一个油的话 产出来可能要几十美金 那你现在油价跌这么多 那美国页岩油企业 已经传出来 有一些企业 已经申请破产了 已经倒闭了呀 对吧 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 美股之前暴跌 沙特有钱呀 在美国有 在美国呢 有非常多的主权基金 那么很多时候呢 是配置在美国的股票市场里面 那 那就抛呀 对吧 那你可以说是 我是为了安全起见 因为这本来金融市场 就是自由操作 那 那我就抛 那对美国的这个资本市场 也是造成打击 这个 这个呢 就是这个插曲 说回来 就是美国的小弟们 也在谈算自己的利益 那根本原因呢 是因为美国要从中东撤军 撤军之后呢 在中东呢 形成一个真空地带之后 那美国在中东的传统朋友 沙特 他 他没有脾气呀 对吧 如果美国走掉的话 沙特这个国家很有钱 但是他的军事战斗力比较粗 他打野门 打了那么长时间 野门 那么那么落后的地方 打不下来 那被这个游击队 给打得没提气 对吧 那到俄罗斯的势力 进入到这个中东之后呢 对沙特而言呢 会是一个战略上的一个 一个压制 压力会非常大 那美国呢 反正拍他屁股走人 就像之前对这个 叙利亚的萨德族一样 那相关的这些内容呢 我们如果有时间呢 再跟大家聊 回过头来讲就是 美国他在全球呢 他有很多的小弟 那么有很多的盟友 军事实力也强 但是呢 美国呢 他现在比较大的问题呢 是美国的国内问题啊 就是所有的外交 都是内政的延续 那你的国内的话 包括你的公共卫生体系 包括你的这个 叫什么 公共医疗 对吧 社会福利保障体系 然后呢 你美国的这个 民主政治的运作的 运作的效能 效率 讲白了 就是给老百姓 能带来什么 可以整天说虚的 对吧 80%的老百姓 这都是过得不好 或者是呢 有20%的穷人 根本翻不了身 对吧 你前面20%的这个 华尔街 然后金融大鳄 然后这些军火商 过得特别好 那就说明什么呢 对吧 就是资本主义 走到极致呗 就是这个当年 在欧洲兴起的这些 马克森和斯写的 那些著作嘛 对吧 资本论呀 什么之类的 那我觉得呢 就是说 美国呢 他现在的这一次的疫情 暴露出了美国在国内 著作的弱点啊 那选出了一个 川普总统这样的人物 那接下来的话 以后会传出 什么样的人物呢 很难说 因为按照现在来说的话呢 这个民主共和两党的话 那川普总统 对上这个拜登 对吧 拜登现在应该是 他会是胜选的 对吧 那这个 拜登呢 他以前是奥巴马时代的 这个副总统 他的政策路线呢 大家也很清楚 其实就是波澜不惊 那对美国呢 也不会造成 也不会有这种 这个痛到 痛到骨子里面的 一个改革 应该也做不到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拜登和川普 无论谁胜选 那美国也很难看到 这个大火大力 改革 省得社会体制 运作体制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这种 现在还很强 但他的趋势 在向下的趋势呢 是非常的明确 也很难扭转 这个呢 我觉得呢 就是说 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吧 那供大家参考 今天呢 就说这么多吧 时间原因 然后呢 喜欢的朋友呢 欢迎大家点赞 分享订阅 不要忘记点击小铃铛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